1884年 為了迎接1789年的資產階級革命100周年的到來 法國政府準備舉辦一個萬國展覽會 而且要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紀念建築 建築師、居師、塔夫、艾菲爾設計的鐵塔 在700多個方案中脫穎而出 這座造型宏偉 用東西方藝術於一路的鐵塔 吸取了不同時期各種建築的特點 塔身好像一個倒寫的非字 下寬上窄、直指窮倉 頂端只有100平方米 整個塔身採用鋼鐵扭空結構 用上百萬顆螺絲釘 將一萬多個部件嚴絲合縫地聯繫在一起 這座高達320米的鐵塔 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之一 從地面到塔頂有1700多級樓梯 全塔設計為四層 每層都有平台 遊客們可以從樓梯 也可以坐電梯登上鐵塔 為了紀念鐵塔的設計者 這座鐵塔被正式命名為 艾菲爾鐵塔 現在艾菲爾鐵塔已經成為 法國巴黎的城市象征了 在這座下 為了紀念鐵塔 為了紀念鐵塔